在云台花园公交站场的这个爱心驿站 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 休息桌椅 手机充电 无线网络等设备应有尽有 让户外劳动者在工作之余能有一个休息的空间 方便很多 这个驿站带着很多方便 有约伤 天气的时候空调 天冬的时候喝点月水 在爱心驿站还会开展不同的主题活动 在月秀区东华南路建设银行里 也设立了一个爱心驿站 在周边工作的外卖小哥 快递员等 忙完都会来这里休息一下 天气特别热的时候 我们拍完景就会进来这里头一头 因为这里有空调 就喝点水这样 不会那么容易中暑 设立这些驿站对于我们户外工作者来说 是很便文的 和很乱生的 这里还设置了母婴室 给有需要的女性工作者 还有健康测量仪 如果户外工作者感到不适 可以来测血压 我们除了提供一个基本的配套服务之外呢 还会提供一个公共教育的一个服务 提供一个反诈骗 消保消费者权益保护 基本的一些防患的一些知识 在银行这个场所提供一个叫做金融知识的一个讲解 小小爱心驿站展现了广州的城市温度 截至目前 全市建成户外劳动者公会爱心驿站320家 包括全国最美爱心驿站10家 省级公会爱心驿站125家 累计全市爱心驿站除物户外劳动者300多万人次 广州来讲的话超大型城市 户外劳动者来讲的话 它的流动性很大 它中间的这个能够休息一下的时间非常短促 在全市构建这么一个网络 它满足了相当大的一个群体的一些实际需要 下一步 广州市总工会还将继续扩大覆盖面和提高服务能力 计划到2025年 全市建设500家工会爱心驿站